編輯開題虛耳貨幣虛火降溫,到底虛耳幣有幾多虛火? 有些知名人士聲稱虛耳幣只是密碼一堆,毫無價值。 的確,若這堆密碼將被破解,變成一堆符號, 那麼這虛耳幣的價值固然應很快歸零。 不過,量子電腦仍在試驗階段, 遠未普及畢竟密碼無須無法破解,只要絕。 大多數人破解不到就行了,於是幣仍是幣,其密碼功能則繼續發揮。 去一步講,千萬年來,計算功能提升的同時, 密碼也在升級,永遠總有些密碼是絕大多數人破解不到的。 只要虛耳幣密碼跟著升級,問題就不大。 那些知名人士指虛耳幣毫無價值的另一路論據, 就是只其餘紙幣般,沒內涵價值。 如果內涵價值是指使用價值, 那麼這價值越高,其實越不適合用作貨幣。 內涵值太高,人們傾向將資用調, 若純粹用作交易, 即使幣的價值只彰顯於交易, 則不免有點浪費。 何況全球經濟總量,GDP, 再不斷增長, 據使用價值之物難以源源不絕地相應增加。 不能說沒內涵價值物就不能成為貨幣, 只要它能彰顯貨幣價值就可以了。 怎辦到, 這東西須以攜, 便於計價, 多人接受, 難以複製, 而後三者正符合貨幣的計價, 交易保值三大功能。 金, 銀等不便攜帶亦難計價, 當買小額時撤多少出來好呢? 多人接受, 才有人肯收, 完成交易, 難以複製, 財物罕為貴, 保得倒值。 虛耳幣是否都做不到, 肯定不是, 首先, 易攜定無問題, 若匯價穩定, 計價也無問題, 而是否多人接受, 難以複製, 則是乎技術和設計, 近幾年的經驗顯示, 一般虛耳幣在一定程度上都做到, 只差做得有幾好。 既然大多虛耳幣都條件滿足所有貨幣功能, 那么無論用來交易也好, 保值也好, 其貨幣功能已彰顯, 幣值也不應是零而是正數, 只差是應有幾大的正數。 但這問題連傳統貨幣也不易答, 你到尾會值多少? 若不知道, 又怎知虛耳幣有多少虛火? 或許多虛耳幣有多少? 或許多虛耳幣有多少? 不易答案。